袁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葛廣帶著二百個兵士前去譚鴻的陣中挑戰 斬殺了一個龍民軍頭目之後 終於是引到譚鴻出戰了 葛廣就遵照紅城仇的命令 只准敗就不准贏 打了兩個回合就假裝不夠他打 調轉碼頭就向西南方向逃跑 誰知譚鴻那批是靚馬來的 跑得都不知幾快 兩三下就追到埋身 葛廣幾次差點就被他斬倒了 好在葛廣之前做過賣馬 對馬的皮聲非常熟悉 邊匹馬都不知邊得幾度 匹馬在他的吹打之下四題翻飛 拼命地跑 眼看著譚鴻又試追到埋身 葛廣真的想轉身跟他打過 但是又唯恐違反了軍令 只好忍著吐氣 不停在那裡喊救命 終於跑到包圍圈了 只聽見頂滾一聲炮響 跟著就敲鑼打鼓 喊殺連連 嘩四周圍溝卻下面 煞時之間約出無數的官兵 一尾只會追葛廣的譚鴻和他那幾個頭目 馬上就被官兵團團包圍 你說這個譚鴻 他又一點都不怕 只見他斗手精神勇猛迎戰 葛廣一看 知道大雞已成即時精神百倍 還不死你這個山賊 馬上回身就殺向譚鴻 兩個人打個照面 即時就殺得天昏地暗 這個譚鴻也不是二打六 自己就被圍在重兵之中毫不脅陣 他左斬右殺 上遮下難就越戰越勇 不過眼看著官軍就越為越多 他都不敢亂戰 唯有邊戰邊退 見譚鴻要走 葛廣又急了 他怕殺譚鴻的功勞被人搶走 於是奮起神威 趁譚鴻邊戰邊退 去到他身邊的時候 突然舉起大刀 高高地踢下去 譚鴻只顧得左和右 總是忽略了葛廣的這招 空中飛刀 只看見道貢一閃 聲起刀落 譚鴻的人頭 就滾到馬下 一鳴烏夫 見譚鴻死了 那幾個頭目 個個即時慌亂起來 有些被擒 有些被殺 埋伏的兵士 在曹文召的率領下 殺了追過來的龍民軍 接著就向譚鴻的刑寨衝殺過去 少數敵得快的 就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跑得慢那些 你不幸運 全部被官軍殺死了 一仗就將譚鴻打到全軍覆沒 熊成囚帶兵入到安塞 臨時指派地方的香湧維持治安 安撫了一下安塞的百姓之後 立刻就班師回府了 回府之後 熊成囚立即提升曹辯交 楊家莫割廣為副長 對在戰鬥中英勇善戰的士兵 多發些銀糧掌賞他們 同時他還下令 將得到掌賞的士兵 家裡的良享一律免去 這一舉措 大大激發了士兵 服役苦戰的決心 到了十二月 西北環縣的支援急報 說賊購不知迷 張全孟帶兵圍攻還原 接報之後 熊成囚立即命令 名下總兵賀虎臣帶兵去解圍 誰知道解圍的官兵都未曾到 遠城就已經被破了 至遠將家人一早趕且逃命之後 自己就將印信以及官帽官服 一一擺在遠衙門的大唐岸上面 然後就用一條白領釣死了自己 熊成囚接到咒報 知道了環縣被攻破 知遠自毅身亡的事 生氣得他不得了 他不是生氣龍民軍 他是生氣那個遠官 連連在咒報上寫著 膽小如鼠的容官死有如孤 實際上他又邊處知道 地方上那些賦身香勇 只是為了自己一家大小著想 哪裏會想什麼朝廷穩固社職安危 小事則訛詐些貧民 大事則自顧個人逃命 況且地方武裝根本沒有辦法抵擋 空如洪水的龍民軍 死只是求個人結身自好 環縣之縣的上吊就屬於這種類型 賀虎神總兵解了環縣之圍之後 即刻就北上回到寧夏了 而那個北尖黎張全曼 早在賀虎神的兵道之前 就帶著搶掠回來的錢和糧食 躲在山卡拉裡 潛伏下來無聲無聲 直到過了年了 第二年二月份的時候 他又是突然帶兵 攻打慶陽虎城 熊成囚接報之後 馬上令曹文照 帶上割港 領兵前去雙九 臨行之前 熊成囚和曹文照 秘密商量了一個作戰方案 就是 如果今次殺不到賊手 北尖黎 就派一些精明強幹的兵士 化妝成龍民軍 跟著北尖黎一起逃跑 等一有消息 馬上就回來報告 說回慶陽城那邊的情況 慶陽知府守衛城池的意志非常堅決 他一方面帶兵在城上巡邏把守 另一方面 跟城內的百姓同金共虎 同鋪同撈 城裡的老百姓一看 什麼知府大人跟我們住在一起 又吃在一起 還事事親力親為 新鮮事俊 感到好欣慰 亦都受到了鼓舞 於是 對官府的號召又紛紛響影 年輕那些就帶著刀槍棍棒上城去守衛 那些老弱婦女 就鬆茶鬆飯 全城上下一心同仇敵蓋 憑著堅固的城牆 早夜死守 等候緩兵的到來 那個北尖黎張全孟 人就生得很矮小 不過就非常之壯實 他自有練成一對鐵腳板 爬山攝水 步你矯見 快步如飛 他帶領的那支農民軍 一直以來都是神出鬼沒 令官軍拋頭 又很害怕他 楊鶴當年招苦的時候 北尖黎是第一個歸順的 不過 等拿到些銀糧和糧食之後 北尖黎馬上遠走高飛 又是去另一個地方輕風作浪 由於他的名氣大 步下發展得比較快 每次搶掠都很順利 幾乎是打到邊就贏到邊的 誰知今次遇上慶陽之苦 這麼硬正 拼命 出死力來守慶陽 令到北尖黎 攻了幾天 總是攻不下來 手下的頭目又說 大王 這裏攻這麼久都攻不下來 我們不可以這麼長時間在這裏蹲 對 好像環圓一樣爽了 走一趟 就夠半年吃半年洗 其實這幾天 北尖黎的心都哩哩的 城池攻不下來 兄弟的士氣就會降低 想破城有沒有好的計劃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想來想去 終於下定決心 最後攻多一次 贏的話 就大肆搶掠一番 不行的 連夜開走 絕對不再在這裏糾纏下去 當晚三更時分 兩百多個農民軍 帶上牆竹竿和城鎖 趁黑夜來攻慶陽 開始的時候都還頗順手 農民軍手持竹竿 扯住城鎖 靜悄悄地順著城牆攀緩而上 不過守城的百姓 警惕性非常之高 一發現有動靜 立刻就敲鑼打鼓 圈巴吵斃 接著就是雷木滾石 從天而降 打得十分之激烈 第一批爬上城牆的農民軍 被打退之後 接著又有第二批 第二批更厲害 每個人都拼命 盼死強攻 眼看著城牆上的人 就支撐不住 就在這個緊急關頭 只聽見一陣戰鼓急走 城外四周突然山崩地 響起一陣陣的喊殺聲 衝啊!殺啊! 原來是曹文召帶的援兵到了 只見葛廣帶著一標人馬 最先衝到城牆底下 他勇猛異常無人抵擋 那些已經差不多爬到城牆的農民軍 被葛廣他們這樣一衝啊! 腳下的竹竿一想 一個二個從高空中跌下來 即時就打死了 在城底下指揮攻城的北尖黎 見官兵的援兵到了 直到打下去實無著數 於是急忙帶兵逃走 沒想到剛剛走了三里路那麼遠 突然一聲巨響 一標人馬折住了去路 為首的一員小將正是曹辯交 農民軍根本無力迎戰 這個時候只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 快速逃走 原來曹文召帶兵到來 興陽城外的時候 正好是中午時間 他沒有讓軍隊馬上去救城池 而是命令士兵就地隱蔽 原地休息 尊等晚上才來攻打 剛巧北尖黎就在三更半夜盡地一步 發動最後一次攻城 於是曹文召就命令割廣打頭陣直奔城門 去沖倒那些攀城的農民軍 而就命令曹辯交帶另一支人馬 到城東三里遠的地方埋伏定 所以東農民軍攻城的時候 洪家軍突然出現 並且將他們向城東那邊趕 出其不意再打他一個埋伏 前後夾擊 終於大敗北尖黎的人馬 這場仗前後被官兵斬殺了千多人 剩下個千多人就急急向東北方向逃川而去 黎明時分曹文召帶兵入城 興陽之府帶領著城裡的老百姓夾道歡迎 曹文召一將安撫的百姓 跟著就獎勵守城的官兵 然後稍事休整 就帶兵回去總督府 好了 我們現在又試看看那個北尖黎 自從且奇造反開始 他從來都未試過像今天這樣 輸得這麼慘 從來他和他的人馬都是以神出鬼沒而著稱 歷史和官軍作戰都是他們的好處官軍徹底 正因為狡猾又善於打游擊 所以才有了這個北尖黎的綽號 誰知今次就被洪城囚的洪家軍一舉斬殺了千多人 北尖黎越想越心痛 幾次想不通 問出來就想自殺 都是手下人眼快幾次都禁實了他 痛定思痛 北尖黎終於想出了一個應付洪家軍的計策 以前只是聽說洪家軍怎樣怎樣強悍 小想不到竟然是這麼厲害的 好多兄弟都未來得及還手 就已經被堆壞了 看來今後再碰到他們 一定不可以跟他們打 快快脆脆走開才為上賊 於是北尖黎的農民軍又再使出他們的絕招 潛伏隱蔽無聲無息 藏力起來 讓官軍找他們不到 直到一個月之後 開春了 正是青黃不接的春方時節 眼看著手頭上的銀兩已經花得七七八百 這班善於躲藏的山賊終於又再捕頭 而今次 北尖黎選擇攻打的地方是米枝 之前我們不是說過 洪城囚和曹文趙商量了一個秘密的計策 就是怕官兵扮成農民軍 混入到北尖黎的隊伍 一等到有他們活動的消息 立刻就日夜堅情走回來報告 其實對這個善於躲藏 善於快速逃跑的北尖黎 洪城囚一早就預料到 是不容易搞得他碰的 所以上次就已經做好準備 吩咐士兵 趁北尖黎懷敗逃走的時候 立刻就跟過去 大部隊就跟不及 散兵游泳跟過去 一定跟得到的 一於你去哪裡我就跟去哪裡 你躲多久我就跟你躲多久 除非你不再出來做賊 只要你一動 我立刻就搞定你 所以這次北尖黎一有舉動 想說打米枝 混入到他的隊伍中的官兵 立刻就將這個消息 傳給總督洪城囚知 雄城囚接報之後 立刻佈置作戰計劃 命令賢衰巡虎 張福臣大兵從東面和北面去攔截 自己親自率領曹文趙及五千精兵 日夜不上 決心在今次徹底殲滅北尖黎 一直以來 北尖黎的隊伍始終保持在兩千多人左右的規模 因為他這個人也沒有大致 造反只不過是找條生路 能夠花天酒地吃喝玩樂就滿足 反正人少好分裝 打游擊戰又方便 所以他的隊伍始終沒有擴大 及至這次被紅城囚一鋪就斬殺了他一半人 手下的頭目終於提出自己的想法 大王啊 我們這次選擇了這麼多兄弟 就算加上最近新入伙的 都還未夠兩千人 打不知 我們人手不夠 為何 為何不跟可天飛 一座城他們混在一起去打 人多勢眾 賣一冠軍殺到 都不容易吃虧 誰知 這次比一致的北尖黎 還是一本通書看得到 根本不聽手下人說話 他說 車 你們沒聽過 人多好做作 人少好食作 這句話嗎 跟他們混合 就一定要跟他們分紅 到時候 你連米芝的女人都混不到 北尖黎又不止怕跟其他人瓜分財物 更加是怕自己手下 把米芝扔到其他農民軍那裏 使自己變成光棍司令 所以 他一向都不跟其他農民軍合夥 這次他攻打米芝 為的就是搶一些財物和糧食 再捉一些好樣的女人 然後 就打算東到黃河 到山西那邊找過食 這樣做 主要是避開紅城籌那支 強悍好打的紅家軍 那 攻打米芝的前一晚 北尖黎獨自一個人 在自己的房間裡 神香莫拜 拜完神之後 他又拿出一個銅銀 選定其中的一面 然後又那麼高 拋那麼高 跌回到地上 一看 糟 不是自己選那一面 激到他 吹鬚滾眼 拋出刀來 一刀 就把銅銀劈開兩本 接著就咬牙齒齒地說 哼 我大幫兄弟舉義 就是反天反地反皇帝的了 我就是要獨來獨往 獨闖天下 你以為我扔銀仔扔不到 我就會歇嗎 我硬是不信 這次就打不成米枝 誰敢跟我作對的 我就將他碎屍萬斷 他大步拿出他那間 拜神的尖掛房 橫刀樹木 對著手下的頭目發出命令 今晚三間吃飯 四間工程 入城之後 只是搶掠財物 不准殺人 不准傷人 來 北尖黎是想用刀不印血的做法 來減輕身上的罪孽 以求神靈的保護 不過 手下的頭目 還是有點顧慮 他們就問 大王啊 如果 如果碰到官軍 那 那又怎樣 放心 天不絕我的 不知 遠離洪城籌的軍隊 洪家軍 遠在千里之外 不知那裡的小股官兵 都不夠你跟我 涉牙了的了 當時 大家都懂得怎麼做的了 到半夜 正當北尖黎 帶著他的人馬 準備動手的時候 忽然間有人來報 他說 糟了 大王 東西還有北面 都發現了有冠軍包圍 蛤 什麼 來得這麼快 嗯 那就向西面走 逗過東面 能夠入城的就入城 進不到城的 就直奔黃河邊 北尖黎帶著人馬 剛剛來到西門 只聽見背後三聲炮響 一支流消火箭 一聲飛過來 本來已經萬分沮喪的北尖黎 更加感到心灰意冷 他立刻靈轉身 面向眾人大聲地說 成敗就在此一舉 只要大家齊心協力 奮勇衝殺 一定可以殺出去的 講完就帶頭衝出去 死到臨頭了 還不衝嗎 那幫人 好像一個一個惡狼 不顧一切 就跟著北尖黎衝出去 但是一衝上去 就馬上塌下 再一批衝上去 又是馬上塌下 這次北尖黎終於明白 自己是被死死包圍著 於是趁著運戰 帶著幾個親兵 靜靜地退後 他想另闢小徑 發揮他不尖黎 屠頓的絕招 妄圖從這個包圍圈中 潛逃出去 正當他帶著人馬 急急地走地的時候 突然 一聲好像打雷的聲音 震到他 他以往都穿了 反賊 走到哪裏 割港在這裏 等你很久了 然後眼前一亮 前面一排火把齊名 火光之中 一面紅字軍旗 在夜風中搖擺飛揚 排列整齊的兵士齊聲大叫 不要放醜 不尖黎 活足到慘 不尖黎 叫一聲 就射過來一排火箭 叫一次 又射過來一排火箭 身邊那些親兵 紛紛仲見倒地 而不尖黎 不愧為不尖黎 他硬名腿快伸手敏捷 只見他張身一領 就地一滾 連滾了十八下 那各位 不尖黎這一滾滾到哪裏 他究竟走不走得了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